台南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 刚才我们彭弟兄的祷告 已经帮你们复习我们在台北跟台中的信息 现在来到台南了 各位上一回我们到台南来的时候 牧师带给大家的主题 是叫各位都成为一个牧羊主的群羊的牧者 各位这几个月度过之后 各位有没有生出牧者之心 我一直说教会需要的不是学者乃是牧者 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看见主的羊都困苦流离 因为为什么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主的羊需要好的牧者 大多数的教会里面 如果都聘请的是故宫 那都是带着被聘的那种工人的精神 来照顾教会的话 主的羊就没有希望了 主一直要寻找的是好牧人 那个懂得喂羊主的群羊的牧人 那个懂得喂羊舍命的牧人 所以主说你们要牧羊我的羊 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 不是一次特会过了之后就忘记 所以我们卫国街教会 指示们小主掌们 带领信息的 要用一生来学习 怎么成为主能够效法主的那个好牧人 那主的羊 围养得好 我们在神面前无愧 我们不管我们教会礼拜堂做得多大 带来的人数多少 节目多少 行政做得多么好 就不比牧羊主的群羊更重要的职责 那这一次过来呢 要另外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要跟大家确认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 什么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各位为什么是大能 为什么 因为他能拯救一切相信的 各位这个救赎的大能 在人的生命里面 所产生的功效 是我们很少去思想的事情 大多数人都是得救 好像一次又发生了 人重生了 或者受洗了 之后他就靠自己度过了 然后我们实际看见的 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人信主之后 信主受洗 很快之后又落入了 一般的这样的生活 有一样的软弱又重复 那一样很平常的那种生活里面 我们看见又回到老样子 所以教会就感觉到 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能力 所以就心里面想说 我们要制造出一个福音的果效 要带出有些大能 所以教会里面 就生出了很多很多 这类的活动 为了有那个feel 有那个能力 对不对 所以各位很典型的 就是台湾最流行的这种释放医治 就是来为你按手祷告 叫人哭起来 对不对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方法来把人带到教会 叫人感到很幸福 很开心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活动 就在教会里面躲起来的时候 各位 其实教会没有成为很健康 教会在这个时候 其实还是没有明白福音是什么 因为在这些东西 各位我可以告诉各位的 教会软弱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一直要以那外在的现象 要以情感的波动 来代替主 他自己要成就的伟大的救赎的工作 神所开始的工作 神一直会持续到末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神自己要得荣耀的 他为我们预备了福音 他为我们成全福音 然后他兴起他的传道者 叫他传扬福音 然后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 这是教会很少明白的东西 我们的心好像信任活动 过于福音 所以我们把全部的专注力就放在我们怎么搞活动 我们怎么搞那种能够刺激人的 使人的心被激动 然后决定要信耶稣 我们一直在想 好像人信耶稣 是凭着我怎么来激动他 然后使他做出一个决定来到神面前 各位这样的话荣耀归给谁 荣耀归给你了 你是能力的源头 不是神了 对不对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为什么是大能呢 各位注意听 前面 因为福音 首先是神自己的工作 所以 神 伟大的作为 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 这是神为的 不是人制造出来的产品 或者假象 我刚才说神自己预备 神自己设计那个福音 神自己借着他的儿子成全福音 然后神拆派 认识福音的人 传扬福音 各位都是神为神自己的工作 然后各位很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神叫人听信了福音 经历了什么 救赎的大能 各位 救赎的大能 这个救赎 为什么叫赎 因为有赎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赎价 神用什么来买赎你 用整个宇宙万有 最宝贵的 他儿子的性命 用他来买赎我们 所以各位 这被救赎之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明白你的价值 所以福音是有价值性 各位明白吗 福音是有价值性 我们常常说 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恩典赐给我 对 从人的角度来讲 神把他白白的恩典赐下给我 但是从神的角度讲 他是付上一切的代价 赎价 讲你从罪中被救赎 借着什么 借着他付上代价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就明白了 原来因为我不认识福音 所以我不认识自己的价值 所以你不认识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自己本身 就感觉不到福音的大人 你就用什么来衡量自己 用你赚多少钱 用你的条件背景来衡量 用你的地位 传道人用他的礼拜堂多大 用多少人在教会里面 用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来衡量教会的价值 各位亲爱的弟兄弟 这就是我们 我们无形当中 不明白福音而削弱福音 一个得救之人 他有无限的潜能 在他的生命里 神接着他 一生会得荣耀 借着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拯救他的时候 叫他什么 叫他灵魂得救 叫他生活得胜 然后一直到他最后怎样 身体得俗 见到主 神在他的一生里面 有无限的坚忍的工作 所以福音的救赎是坚忍性 各位 为什么我说坚忍性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 我们以为神无能 你自己感觉软弱 但是神是全能 所以你软弱是会有的 你跌倒是会有的 但是神是坚忍 我一定记得 神会用什么 有时候用赏赐称许 来鼓励你 坚强你 有时候神用管教和责备 来唤醒你 叫你回归 对不对 所以这是坚忍性的 神的工作 然后一直守住你的生命 到永远 所以叫你不因为失去信心而跌倒 所以这个是有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福音的救赎是有永恒性的 各位有永恒性吗 各位永恒里面还会不会跌倒 永恒里面还会不会跌倒 不会 哪一个经文告诉你 你怎么知道你永恒不会跌倒 回到天家 人家又有一棵树出来 又一条蛇来试探你 又回去历史充远 各位什么 神爱世人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教一切什么 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明白吗 有经过救赎历史的子民 不会再跌倒 有经过地上堕落 被救赎 然后身体得赎 永永远跟神在一起的 那个子民他当然有权弹的自由意志 但是他永远会选择上帝 永远不会背叛上帝 永远会与神和好 各位明白吗 所以福音的价值性 救赎的价值性 救赎的坚韧性 救赎的永恒性 所以各位 你明白这个之后 你心里有切据 今天无论我在怎样的过程 怎样的软弱 你没有不怕 主确保我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功效 各位 不是我们看到人很激动 人倒下来 然后起来了 回去还是一样 各位不是那些东西 所以我也跟各位说 我并不反对 好像教会里面有时候 要用各种的方法传福音 有时候包括幸福小组 这样的事情 我们把人带来 但是各位 你不是只有教人 幸福开心 你把人带来 你要跟他传什么 你要跟他传救赎的福音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搞外在的 我们搞氛围性的东西 气氛性的东西 各位 这个不是上帝教我们做的东西 今天我们要很清楚 传假福音的 伪造福音的 或是要制造出福音的果效的 那些都是神所讨厌的 那些是夺去神的荣耀 削弱福音的大能 神自己设计 自己预备 自己成全的福音 我们要认识 我们要传扬 要传得全备 那时你就会看见 神的大能彰显出来 所以从哪里彰显 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 所以今晚这两堂课里面 所以第一 我要讲的是什么 在传扬福音之人身上 你会看到的这个福音的大能 这是现在要讲的 然后等一下下一堂 在听信福音之人身上 所会看见的福音的大能 各位 这些很简单 各位通常呢 各位 精彩很有创意的题目 来吸引你 这个不是我的恩赐 但是你听下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原来你根本没有听过 或者说没有听清楚过 可能在教会十年二生 没有听清楚 所以最基本的信息 也是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一起看 罗马书 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 一章十六节 这次来的时候 主一直感动我 就是讲罗马书 台北也讲罗马书 在台南可能也要讲罗马书了 那么各位 罗马书 当然这次的主题取自什么 第一章十六节 十六节 我们大概看一下 十六节 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腊人 要救什么 一切相信 不是救热心的人 不是救那努力的人 乃是救相信的人 先是谁 犹太人 然后是希腊人 希腊人代表谁 外方人 所以福音的功效是达到哪里 达到全世界了 福音的功效是普世性的 所以保罗对福音 说出了最伟大的宣言之前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那他先说什么 所以我们回去看 从十三节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看 那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保罗的整个的心境 这个传福音的保罗 怎么经历福音的大能 在他心中 十三节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各位 以前我查考罗马书的时候 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保罗是多此一举啊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简单来讲 我愿意你们知道就好嘛 对不对 为什么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保罗要讲的是什么 他这样讲的强调是什么 你们很容易不知道啊 你们很容易会不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 我要过来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你们要祷告 我祷告了很久 有主歌啊 主爱 你们要祷告 我也祷告了 我屡次要到你们 有主 你们也要祷告啊 所以我们的相见是很重要 各位 明白吗 你看 他怎么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 要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 在很多外邦人中 第一次第二次宣教旅行 都看到人信主 归信 现在就听闻这个罗马教会 从来没有去到 但是听闻了 一直想过去 只是到如今 人有主歌 各位 人有主歌 这是很奇妙的 有时候这个主歌 会教我们心里更加的迫切 我们会放进更多的祷告 也要知道那个地方 那个那边的教会 得勉励 是非常重要的事 各位 牧师来到台南 也要经过很多祷告 你们要知道 很多主歌啊 真的 每次宣教 以前宣教台湾的时候 每次就是如果从北下 台北 台中 就到高雄 到屏东 跳过什么地方 台南 然后呢 后来就 在台南什么地方啊 所以我就听很多的同工来跟我讲 牧师有空你要到台南去啊 这个地方啊 宣教师先过来 我不懂是不是真的 他就说先到台南 这个古城啊 古城 你要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有些人就到高雄 参加聚会的时候 就来跟我讲这个 我要去啊 但是 没有路去啊 去不到 那个 接着谁去啊 所以 很多方面的 还不能去的理由 但是 那个地方有主的子民 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 所以 每次神带领他的仆人 仆人要 真的要听从主 不是做自己要做的事 乃至做主要他做的事 所以 在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 你们要知道 这个是书信 很多人把罗马书 把这个 很经典的教义 一个一个这样分出来 对 但是你也要把那个生命读出来 那个生命很重要的 那个感情你要读出来 然后背景 当然你要懂 然后我们问 罗马书是怎么写 保罗几时得到这个罗马的意念 各位 我们回去看 我们读到十三节了 我们停 在这边停一下 我每次经文都是读一半 回去看什么书 使徒行传 我们翻到前面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十八章 各位看 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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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以后 保罗立了雅典来到哥林多 然后第二节 他遇到很重要 他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居拉 他身在本都 因为哥老底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心静带着 妻子 妻子谁 白吉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知道帐篷为业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 做工 各位 谁 亚居拉 百居拉 从意大利 从罗马过来 保罗啊 你知道吗 这个罗马 这个地方不得了了 那你还不知道 上帝伟大的工作 所以我跟各位说 不是保罗的伟大 神的伟大 神自己召集他的子民 罗马这个地方 谁传福音去的 没有人懂 那所以呢 解经家说 有可能就是经过这个五旬节之后 有十五个自派的人来 就是十五个国家来 听了福音之后 他们回去 就这样 罗马教会就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人 罗马的八方大道 对不对 很多人来来去去 就这样认识福音 所以这是神自己的恩典 临到外邦世界 所以从这个时候 保罗你看 我再给各位看 你们再去看十九章 十九章二十一节 这个地方 他就经过 这个以弗所的时候 看到以弗所的大复兴 保罗最复兴的工作 是在以弗所 你们要知道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 两年三个月教导 很多的人 在整个亚西亚 犹太人 外邦人 都听到神的道 然后怎么样 甚至把他们 以前拜偶像的那些经书 全部烧掉 保罗看到这样的 复兴的工作 不是他自己能 他是看到神的恩典 临到外邦人 所以 二十一节十九章 这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 要经过 马其顿亚盖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各位有没有发现 他心里有定义 所以圣灵 有引导神的仆人 但是先把感动给他 把一个意念给他 借着什么 不是凭空想象 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对不对 经过马其顿 亚盖亚 然后知道 还有一些款项 要送去耶路撒冷 然后神怎么带领 他是差不多明白 好像是这样 但是会遇到什么 究竟详细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有苦难 等候着他 然后经过什么 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以弗所马上暴动了 各位明白吗 以弗所暴动的时候 那些拜偶像的人 起来要杀保罗 对不对 然后保罗就离开了 然后你们看20章 20章的时候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他们 持别起行 往马其顿去 马其顿那地方 就是靠近格林多 走遍了那一带地方 用许多话 勉励门徒 然后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住了 各位很多的人就说 这三个月 在这个马其顿 这个地方 也是可能格林多 这地方 他就写了什么 罗马书 就在这个 公认的 就这个时候写的 然后你就知道了 他整个神的带领 就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逼迫 尤其是他往耶路撒冷去 受逼迫 然后他在菲利斯总督 在君王亚基巴王面前 他就受审 犹太人都要杀他 对不对 祭司文士都要杀他 祭司长都要杀他 那个时候 几乎把他撕裂了 但是很奇妙的 神的恩守守护他 然后你们翻到23章 23章11节 23章11节的时候 尤其是他在这个 这个Sanhedrin 犹太人的公会面前 大受逼迫 大家都要杀掉他的时候 当夜 11节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什么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 做见证 感谢主 在罗马 你要为我做见证 各位看到吗 各位 你以为罗马书这么容易写 写了之后遇到的苦难 真不得了 各位 然后呢 我们看了这个之后 我们回来看罗马书 OK 那你又回去看罗马书 刚才我们读到13章了 对不对 罗马书第一章 对不起 第一章13节 1章13节 所以在这里 保罗写了什么 保罗说 到如今有主格 14节 无论是希腊人 话外人 聪明人 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 情愿尽我的力量 将福音也传给你们 在罗马的人 各位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 这句话呢 不是这么准确 翻译来讲 I am eager 不是 其实原文的意思是 原文的意思是 I am ready 这个字很重要 所以翻译来讲是 我已经预备好 要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各位明白吗 所以 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 他之前也已经经过很多很多的患难 逼迫考验 炼经 然后现在 I am ready 然后神 再炼经他 经过耶路撒冷 凯撒利亚 之后 最后被带到罗马 各位 在这个里面 那 跟这次的主题 我们要讲 今天 一个传福音者 他受到内忧外患的时候 但是什么东西 守护他的心 就是福音的大能 那各位 你们注意 在这个里面 我们刚刚所读的 我们看到 保罗 这个传福音者 在他的心中 有一个福音的功效 所以 我特别 用四点来讲 在我们刚读的经文里面 我看到 保罗是一个 有心愿的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心愿 他有什么心愿 他要往 哪里去 罗马 的心愿 这个是第一点 各位记住 他是有心愿 等一下我们再讲 第二 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各位不要以为他是热心 他有什么 现在之心 这个很重要 传福音的人 失败 不是口才不够 恩赐不够 是没有 现在之心 这是福音的大能 在人心中 产生的果效 第三 保罗还有什么 第三 什么心呢 什么 I am ready 预备之心 已经预备好了 预备 传福音的人要预备 还有第四 我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不 持 之心 感谢主 这四个重点 我们来思想 这一刻 各位我先说 福音 如果是大能的话 绝对不会叫一个人的心 留在冷漠的光景 今天很多基督徒在教会里面 你看他们的心是什么 安居乐业 无风无浪就好 各位你觉得保罗的心是这个吗 当然没有人喜欢问题 但是 你问 保罗是不是一个有心愿的人 有心愿的人 各位就算你不是一个宣教士 你认识福音之后呢 你有一个心愿 什么心愿 你要往哪里去 为什么罗马这么特别 各位罗马不是台北 不是往台北 各位为什么要去罗马 因为有主的羊在那个地方 主的子民在 主的血民在那个地方 各位 一个认识福音的人 传扬福音的人 他的心愿是什么 不是过好生活 那是要与神的羊群在一起 各位每个礼拜 想到教会去 跟彼此在一起 能够勉励行善 激发爱心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有心愿 所以人没有心愿 你问一个基督徒 他认识了 这么伟大的福音 拯救全世界 拯救人的灵魂 就是人的灵魂 比全世界还宝贵 你失去你的灵魂 你用什么来买你的 买书灵魂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是有心愿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他说认识福音了 然后呢 心里面是没有这种心愿 像保罗这样 我要到主的群羊当中 要跟他们彼此勉励 我只有活在台南这个地方 养老养老 等候养老就好 不是吧 绝对不会这样的 各位 一个冷漠 冷淡 没有向往 要跟神的子民在一起的那种心呢 证明这个人根本不认识福音 他认识的是 不是基督信仰 他认识的是宗教 基督教 基督宗教 不是基督的福音 所以各位 看到吗 向往 信仰 各位中文是来之前 你们有没有很期待见到我 我是很期待见到你们 我是一路 到新加坡坐飞机之前 想台北 在台北想台中 在台中想台南 一直想下去了 然后等下 差不多明天之后应该想屏东 然后又想回新加坡 神的子民在里 回去了 各位明白吗 我们是因这个东西来 推避我们 推着我们 继续往前走 所以各位我们怎么可能 福音就舒舒服服 这样等着过日子 这样的东西 不可能 各位 所以往罗马去是什么 不是去旅行 因为神的子民在那个地方 第二 欠债之心 各位欠过债吗 欠债 好像一种亏欠 还不清 今天教会将传福音 当作一种活动 或者一种恩赐 有些人有恩赐 我没有恩赐 他可以传福音 让他去传 不然就是一种成就感 我叫传福音 我能够向很多的人传福音 有一种成就感 各位其实都不是 真正的传福音工作 传福音心态 是来自一个现在之心 也不是 今天我传得好 有人信 所以我有一种成就感 我传得不好 没有人信 失落感 所以我们不是从 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活动 所谓 你以为那是一个活动 来得着一种价值感 不是 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 有救赎的价值在里面 所以呢 你自己懂了福音之后呢 所以你有一个欠债 所以我上一回来台湾的时候 上一回有一个欠债 这一次来台湾 又另外一个欠债之心 所以这个欠债之心呢 叫我一直把神的养 神的教会放在心中 神啊要讲什么 那个主题就来 各位明白 你没有欠债之心的时候 你得不到神的话的 得不到 所以故宫啊 在教会做故宫的人啊 很辛苦 尤其是叫他们讲道 很辛苦 所以一站上台要讲道 没有道讲 讲世界的东西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讲道 讲神的话 翻开的时候 没有道 因为没有欠债之心 所以各位 白白的得着的恩典 这个恩典你领受之后 你为白白来了 对不对 怎么知道 在里面产生一种欠债之心 叫我非喘不可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无论是希腊人 无论是什么 话外人 无论是聪明人 愚着人 各位 希腊人 希腊哲学 对不对 他们非常的骄傲 没有学问的人 话外人 野蛮人 所以可能野蛮人自卑 对不对 比较聪明的人 比较有学问的人 骄傲 他们骄傲 是因为他们灵魂失杀 所以我欠他们的债 要跟他们讲福音 他们 有时候话外人 野蛮人 没文化的人 很自卑 他们自卑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 那是因为他们灵魂失杀 他们不认识福音的价值 所以我要传福音给他们 我对他们有一个欠债 我对年轻人 也欠他们的债 我对老年人 有时候看到老年人之后 很有病 很痛苦的时候 神啊 要怎么怜悯他们 他们如果认识福音 他们就算身体衰退 有自占自卿的 对不对 有极重无比的荣耀 所以对他们有欠债之心 明白吗 所以不是观念的东西 福音不是 我四个属灵定律 我背下来 然后讲完 你要不要信耶稣 来做一个决志祷告 不是像幸福小组这样 我们来 大家一起开心 然后之后跟你讲一讲 你要不要做决志祷告 做决志祷告 就哈利路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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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两个人信 多五个人信 哎呀 KPI 不是那个东西 有欠债之心 我不懂怎么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福音的大能 所以 教会里面 真的有欠债之心的人 的传道 你不用跟他 有些人 我对年轻人很有负担 那他就像年轻人 有些人说 我对某某人有负担 所以他对其他的人 他是瞎眼的 他没有看到别人 所以年轻人有负担的人 看老人家 没有看到的 好像他们是隐形人 他们慢 就看到年轻人 不是这样的 眼睛打开 看到神的子民 看到有困苦流离的人 心里面有窘迫的 困苦的 勉励他们 有没有 因为 现在自行而来 所以你听一个传道人讲话 你听一个好目人讲道 跟你听一个故宫讲道 你会听得出的 差别在哪里 好目人有欠债之心 他对群羊 那种欠他们的福音的债 我得到了无限的那个宝贝 现在要给这个群羊 现在 然后各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什么 预备之心 I am what ready 我已经预备好了 各位预备什么 预备什么好 当然 我们 我们讲 如果我今天要讲道的话 我一定要预备信息 信息预备好了 但是 你还要预备什么 你要预备付上代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付上代价 保罗知道他要去罗马 我经过马其顿 经过亚盖 经过耶路撒冷 我知道到罗马 他知道他要被捆绑 要被逼迫 有患难等候着他 换句话说 他有着凉过的 他有着凉过 预备 预备的人 如果我被逼迫 我预备了 可以 如果我要传这样的福音 我会得罪有些人 有些人再也不跟我做朋友 预备了 可以 我会预备了 对不对 如果人逼迫我 或者控告我 可以了 神用很多的苦难来预备他 所以各位在听信息的时候 也是预备 但是你听了信息 你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有一些的挑战 精炼的时候 也是一种预备 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 很多时候 我看到很多传福音的人 他们对 他们是很热忱传福音 但是我看到一样东西 他们也很在乎自己的名誉 所以一边传福音 但是我也要给 我要给宗教会接受 我希望福音派也能接受我 我希望灵恩派也能接受我 我希望改革中也能接受我 所以各位听朱牧师的信息 你知道 我真的是 没有被什么人接受 你们接受不接受我 灵恩派的人 有些牧者说 不要听朱牧师的信息 他是攻击灵恩派 他就讲这个 福音派的人 有些人就 哎呀 他是讲加尔文的 他是讲一种主义 他不是讲福音 他是讲加尔文 什么预定论的 我们是亚明年的 那跟改革中的在一起 哎呀 这朱牧师也不能 我们也不接受 很奇怪 我到哪里去 但是我的教会里面 有福音派的 有灵恩派的 也有改革中的 从那边的教会来 奇怪 我就心里面想 原来神在预备我 所以你要靠一个学派 你要靠一个中派 不能的 你要成为主的仆人 你要成为主拆派的 那个传福音者 你的心要蠢 你要依靠基督 带着基督去到台湾 你知不知道 保罗你要带着基督 去到罗马 不是靠跟希腊人的交情 跟犹太人的交情 来去耶路撒冷 不是靠这个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已经讲到 服侍主的教会 我们了解 这是人很容易落入的倾向 人嘛 人在我旁边 给我一种倚靠嘛 但是如果你要做上天 独到的福音的工作 真的你要攻破黑暗的势力 你要得取神的子民 你要得着宝贝 宝贝在地里 你要变卖一切 得着 那个宝贝 有时候可以说是福音 对不对 但是师父真目是说 那个宝贝也可能是主的门徒 主要得的门徒 对不对 就是我们变卖一切 为了得着 那个神预备的 一个一个宝贝 因为一个灵魂 胜过全世界 有没有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弟 有没有预备的心 预备 Are you ready? Not ready Already Already in 在预备当中 然后最后呢 不耻之心 我不以福音为耻 什么叫不以福音为耻 各位 我问各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以自己为耻过 有吗 什么时候 软弱的时候有没有羞耻 有 病痛的时候有没有羞耻 有 对不对 我们要服侍 没有恩赐的时候 哎呀 我没有羞耻 各位 我们很多东西都羞耻的 讲真的 我们这个软弱的人 但是我现在问各位 羞耻 为自己羞耻的 但是还要不要传福音 还要不要传福音 OK 我现在问各位 保罗写了罗马书 对不对 我屡次要到你们那边去 我有一些属灵的恩赐 要分给你们 然后呢 他怎么去罗马 以风光的样子 被罗马教会请去做讲员 不是 他是以什么 囚犯的身份 还经过破船 实在的狼狈 对不对 然后去的时候 手脚被困住 囚犯 在坐肩 在软静 然后这样的样子去 所以写了这么伟大的罗马书的时候 有点悖论 对不对 我们想像 伟大的宣教师来了 一个破船的囚犯来了 的样子来 所以呢 保罗的样子是很羞耻的 如果你以他的条件来讲 对不对 你把你自己放在他的角度了 但是他放胆传福音 但是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的锁链是羞耻的 对不对 我盼望你们不要像我这样 戴捆锁 但是我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他就带着锁链 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因软弱羞耻 你带着软弱传福音 带着病痛传福音 对不对 有时 我要讲到之前 有没有 家里跟孩子有挣扎 就是骂他们 有时候跟妻子 有一点口角 吵架 但是你站上台的时候 你知道 我不以福音为耻 我是很软弱的 我是很多地方羞耻的 但是我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这样的人 就是认识福音 也经历福音的大能 所以神能够使用这样的人 各位明白吗 这个罗马书第一章 我读的时候 才读到这个 我不以福音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就一直问 那个大能 什么 当然后面是救赎的大能 但是传这个救赎福音的人 是先经历这个大能 所以我就很好奇 主啊 这个保罗心里面的 那个内容是什么 你写名给我 我就回去读 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 哎呀 主啊 他真是认识福音的一个人 所以带着昆索到罗马去 接着罗马 在罗马虽然被昆索 但是福音就这样的 透过他这个人在罗马 这样透过 罗马的八方大道传出去 福音传到欧洲 传到美国 传到非洲 传到亚洲 传到台湾 对不对 传到我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保罗的整个的 他成为一个神的器皿 福音的器皿的事情 各位要好好思想 我是神的一个小仆人 其实很多地方也软弱 有时候我也跟主说 主啊 有时候我传的时候 传得不好呢 有时候我会觉得 哎呀 自卑 有时候传得很好的时候 很多人信的时候 我会骄傲 但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是这样 主啊 你预备我 然后告诉我 什么叫不以福音为止 所以神带领我 就是做这个宣教施工的时候 很奇特 我到中国去 我到台湾去 都是一样 中国我的 在中国大陆 当然你们都知道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进中国了 不管是好民 恶民 总之就是有名的人不能去 为福音有名的不能去 但是我在中国大陆的施工是从农村开始 我是个农村人 进到农村 灌在里面 然后跟一群人传福音 那时候我就明白 保罗讲的 好像没有文化的人 话外人 一点点东西就吵架 他们也需要福音 然后神就慢慢把我带到城市 上海 北京 天津这种地方 我是在天津被抓 然后2017年不能进 我就想说一定是到台湾 台湾2016年的时候 进来台湾 到哪里去 没有一个教会请朱志山牧师 只有在最南部台湾的 在屏东 再驾车进去 20分钟 一个客家村叫内府 一个长老会 我就过去想到 也是从农村开始 很奇怪 每个人来台湾先想什么 台北 我们要往台北去 在台北开特会 谁不想 但是我心里会说 主啊 你在预备这个仆人 所以福音是 无论怎样 主把我带到哪里 在哪里传 所以传了传了传了 然后就到台中 然后2017年 好不容易 我说2017年是张牧师 好不容易到台北 其实那时候 我跟各位说 我不是要去台北开特会的 你们现在也不知道 我跟知名长老 那个时候 我们留在台北 有多一两天 不然我们来搞一个特会 怎么搞 怎么搞 你跟谁 我们要回家 混了一两天 不然我们 租一个地方 我们就 还没有到台北 打电话 我们就把我们 在台北 租一个地方 然后把我们的消息 放在网站 然后呢 就租了一个教会 你们都知道 有些人知道吗 2017就在 台北 天母那个地方 租了一个教会 那天下午 我跟知名长老说 如果去那边 五个人也要讲 你也要拍 30多个人来了 然后呢 晚上 晚上有50个人来了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走到来 今天 这是我们过来之前 我们台北基督生命堂 荣耀的案例典礼 传到知识的案例 上一回是台中基督生命堂 然后这样的 七年八年 这样的施工里面 一步一步 我就知道了 神啊 其实 你借着我传福音的时候 你也用福音 一直在炼经 改变我这个生命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看的时候 为什么你说 朱牧师会读罗马书 你读诸事本 你读不到这个四样东西 但是 为什么你会领悟出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你把圣经的教义 跟生命结合的时候 然后跟神实际带领你走的路 你在跟从神当中 所以你的信息是活的 其实圣经本身是活的 当然圣经在一处经文里面 有它的原意 你要先把它讲清楚 但是之后呢 你会发现 这是活的 有圣灵 借着祂的道 感动祂的仆人 带领祂的仆人 也叫祂的仆人 确认祂的道 所以这样带出来 所以来勉励 你们今天在台湾的弟兄姐妹 台南的弟兄姐妹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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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